民眾因為積淹水無法出門 鄉長帶著志工利用釣魚用的船 把物資送到住戶手上 就怕大家餓肚子 民眾站在自家門口 紛紛報人數領便當 更有民眾騎著腳踏車前來自取 這裡是嘉義線新港 香激水都淹過小腿肚 光徒步前進就不太容易 居民要出門覓食成的難踢 當地議員與鄉長準備了850個便當 借了一艘釣魚用的船 今天中午12點前進村裡發放物資 就連晚餐也已經準備好 如果積水未退也讓住戶們 不用擔心挨餓的問題 據了解昨天新港香甚至淹到胸口的高度 現在颱風已經出境 村裡的水也慢慢消退 不過積水高度也有4到50公分